花头杜虎串羊下了三只小羊羔 下过三只小羊羔之后 基本上就是下午 下午快晚上的时候吧 不到晚上 和他在一个圈的那只羊 也下了三只小羊羔 在这里 他下了也是三只小羊羔 还在叫反 因为杜虎串这个牧羊 他有点脾气有点倔 他老是领这其中的两只小羊羔 所以我就把它给分开了 把这个串羊白头杜虎串 和这个花头杜虎这放到一块了 这两个串羊都放到一块了 他们六个小羊羔在一块 把这个他的蛋都分到一块 本来想着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同一天 同年同月 同日出生的小羊羔 六只小羊羔 放到一个圈里面 让他好好吃一对呢 结果这只羊有点倔 老是顶着眼的小羊羔 不得已就给分开了 这些牧羊的羊羔也不错 也挺好的 这小羊羔基本上都是顺利出生了 顺利出生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开始照顾他们了 因为他们都是多胎嘛 都是三个都是三个 带着小羊羔不容易 虽然羊奶也不错 但是后续的还得给他们增加营养 这些尤其这些牧羊 红糖黄豆腹皮水 一定要跟上温水 大冬的天小羊羔本来又多 吃奶个个都要吃奶 这个牧羊的 他这个喝的这个营养水 一定要跟上 你看这个话头串的羊奶怎么样 小羊羔照样是比较活泼 他这个刚才说的 他这个牧羊的这个营养 这个这个很重要 因为天气比较凉 一定要温水 温水问他们 给他们喂 我们的这直接都是 将那个大豆黄豆煮 用温水煮 煮开 煮开之后放红糖 放腹皮 然后水 那个汤水 让他们来尽情的喝 只有他们喝饱了 吃足了 才能更好的养育这个小羊羔 这个温水 喂他们很重要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我这里面 这小羊羔 基本上带小羊羔的母羊 基本上都是这样喂 基本上都喂他们 这个灵羔的 这个灵羔的 我来说 我来说 这个灵羔的 我来说 我来说